Dyson 最新的產品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 Dyson 最新的產品 紅手機 首先 那在節能的部分的話 Dyson 它最新研發出來的 是利用氣旋的方式 利用氣刀 把手上的水分刮除掉 所以它所需的時間其實是非常短 待機的電力大概只有 大約是1瓦左右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的節能 第二個的話 以衛生來講 如果利用這種氣刀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把水分 包括細菌都刮除掉 接下來就是速度 Dyson 乾手的速度 是其他品牌的將近快兩倍 Airblade 的技術 它其實所依靠的就是 Dyson 它自行研發出來的數位馬達 它的轉速甚至於是 F1賽車的將近快五倍的轉速 所以它的這個力量是非常的驚人 才能產生這麼高速的風速 基於環保的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是會比較建議說 還是使用 Dyson 的紅手機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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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